与其在紫荆山烧一辈子炭 真不如干一票大的 也不忘了此生 就带着炭公兄弟们 跟着姓冯的书生 一起干吧 不到一年时间 曾玉珍全家杨秀卿一族 都因为冯云山信了教 这里头包括杨秀卿的亲戚杨云娇 以及杨云娇的丈夫萧朝贵 萧朝贵也是炭公领导人之一 他又带着自己父兄也入了教 是平在山的核心团队 逐渐稳固 而在这一年前 冯云山不过是一个靠坐苦力 和捡牛粪活下来的故宫 冯云山单枪匹马 全凭一己之力 在贫苦荒山奠定了 太平天国的根基 两年后 等到洪秀全和冯云山重逢时 他已培育了两千名 拜上帝会教徒 而且冯云山 一直在宣传教主洪秀全 讲述洪秀全梦中的故事 他完全有机会 包装自己称教主 但他没有丝毫居公自傲的意思 也没有抢班夺权的打算 他还是谦逊地站在一旁 只扮演着不道者的角色 甚至到将来封王之时 他也只是领了个男王 排名在洪秀全 杨秀卿 萧朝贵之后 仅比维昌辉 实打开高一些 冯云山是创业公司里 那种能力超强 但又懂得分寸的CEO 做事进退有度 为人光明磊落 对事业抱有超强的热忱 对利益分配 却并不十分在意 如果天国一直有冯云山 就绝不会有后面的天经事变 如果天国没有冯云山 杨秀卿会在死经山 收一辈子探 洪秀全会在花县 交一辈子书 可以说 没有冯云山 就没有太平天国 第二年 也就是1837年春天 洪秀全第三次 赴广州考试 再次落榜 心高气傲的洪秀全 气得像死去了一样 只能雇两名教父 将他抬回家 到家后一直卧床不起 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幻象 一共病了四十多天 在他的幻象中 出现了一条龙 一只老虎 和一只鸡 敲锣打鼓 将他抬着轿子 送到了一处 瑰丽光明的地方 一位老妇人来迎接他 说他你满身误会 为何要与那些人为伍 而作践自身 我现在要使你清洁 给他洗净后 许多人用刀切开他的身体 将心脏和其他内脏取出 并患上新鲜的脏气 伤口也自动愈合 毫无痕迹 他们又带他到一个大房间 见到一个留着金色胡须 穿着黑袍的威严长者 长者赐他一柄宝剑 命他斩腰出魔 还赐他一方印喜 使他可战胜恶灵 另给他一颗黄色果实食用 味道甘甜可口 长者对他说 看这世间的人们 他们心中是无尽的乖利奸邪 然后命红秀泉鼓起勇气行事 我会在万难时刻 助你周全 这场幻梦过后 他又不断梦到一个被称为兄长的中年男人 带他一起寻游四起 帮他斩尖除恶 红秀泉这一次严重的幻象 其实是考场失忆 精神崩溃后的异症 使他遭受重大打击后的自我安慰 但在那个科学贫瘠的年代 幻象使他的经历 蒙上了一层神秘主义色彩 拿来做宗教包装 刚好合适 红秀泉的宗教宣传文章深度确实不够 但好就好在粗浅接地气 文盲村夫们都听得懂 经过扎根底层的大力宣传 周边城乡都知道 紫荆山来了为奇人红秀泉 人人都敬佩得紧 大批穷苦矿工 农民烧炭工都入了拜上帝教 甚至向当地地主增天养 吴儒孝 因为听到红秀泉威名 也皈依了教会 宣传的力量是巨大的 多年以后当时24岁 还只是一名苦力故宫的 李秀成回忆说 每村每处皆稀有红先生而已 到处人人恭敬 拜上帝教 将除上帝以外的神明 都归为邪神 不能立宗祠的客家人 对此大为欢迎 这表明当地人搞的神庙 都不是好东西 我们不能拜 他们也不能拜 来到紫荆山两个月后 红秀泉决定和冯云山 跟在广州乡下私属 打翻孔子牌位那样 将本地的神庙砸烂 以团结信众 打倒神邪 宣扬上帝 是唯一的真神 他们选择的第一个目标 是白里外的 向州古车村 甘王庙 杨秀卿一边翻白眼 一边扭来扭去 开始了他的脱口秀专场 他说 自己就是天赋 大家不要慌 世人连天赋都不知道 仍然叛逆天赋 本来要降下大瘟疫 让天下人都病死的 但天赋大发慈悲 不忍心世人都遭病死 所以 拆杨秀卿下凡 代大家赎罪 他又说 红秀泉是万国真主 大家要信服他 不要为妖言所获 我们要齐心协力 就冯云山出来 继续拥戴红秀泉 说完 口吐白沫 晕了过去 杨秀卿这场半恐吓半拉拢的神鬼附体模式 在当地文盲百姓间深得人心 他又将自己得哑病的经历 说成是替天下百姓赎罪 群众深受感动 继续团结在 以杨秀卿为核心的教会当中 之后 杨秀卿又屡次扮演天赋下凡 靠一场场脱口秀专场 彻底降服了人心 杨秀卿的脱口秀专场 除了改变后期太平天国的权力格局 还迫使洪秀泉走上了反清的道路 因为在这之前 洪秀泉本人只想蓄财致富 无反叛之心 月寇启事即时 但杨秀卿宣布他为万国真主 给他这么大一个标签 那真走向了满清皇帝的反面 不得不反了 到世大开入教后 太平天国便构成了洪秀泉 杨秀卿 萧朝贵 冯云山 韦昌辉 石打开的核心领导层 中层班子则由矿工出身 勇猛粗犯的秦日刚 地主和武秀才出身的胡一黄 以及蒙德恩 黄玉坤 李开芳 林凤祥等组成 后期名将李秀成 是跟石打开同一年入伙 此时还是名普通士兵 而陈玉成 此时还是个十二岁的孩子 放现在才读小学六年级 他在两年后加入了太平军里的童子军 部队终于拉起来了 组织架构填充完成 各路谋臣猛将也都凑齐了 那么杨秀卿先生 咱们是不是可以造反了 26岁的杨秀卿站在历史的角落里 笑微微地点了点头 他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他一直是这支队伍野心最庞大的人 真正鼓动大家起来反清的是他 后期只会战略全局的是他 带着太平天国一路开疆破土的领导者 也是他 当时他不过才26岁 而且不识字 没上过学 身材矮小 放在哪个年代 都应该只是一辈子苦力的命 烧八辈子高香 最多也就混到苦力公投 但自从被冯云山点燃了内心的野火后 他的军事天才和谋略天才 就突然被激活了 他不再甘心做贫苦之地的苦力头子 他要带领这些从没出过县城的苦哥们 打出紫荆山 直到清廷众信 1851年1月11日 道光30年腊月初十 这天是洪秀全38岁生日 太平军高层一致决定当天建国 当天在金田村维家祠堂前广场 无数信徒过来给洪秀全助寿 洪秀全投扎黄金 身着黄袍 登上村被犀牛领下古银盘新柱的土坛 自称太平真主 宣布太平天国诞生 太平天国是只有洪秀全才想得出来的名字 太平取自宫阳传 天国取自圣经 又是一次中西结合的产物 这种名字 杨秀卿和萧朝贵 无论如何是想不出来的 在无数的油画中 当时的情景是惊奇飞斩 洪秀全在高台上振臂高呼 显得气势十分雄壮 我去了现场才知道 这地方离藏武器的犀牛潭 才一两百米 而且地方就狭小 洪秀全就在这个小地方的平地处 用客家化发表了动员演讲 太平天国建立时 意气风发的景象 其实是后人想象出来的 真实的场景 是一群吃不饱穿不暖的广西客家人 平均身高在1.6米上下 各个因为常年的户外劳作 晒得黑乎乎的 手里拿着维昌会家 刚打造好的粗糙武器 在桂平冬季十几度的天气里 围着一个广东来的民办教师 听他操着熟悉的客家话 号称要建立一个天国 并号召大家跟满清朝廷拼了 真实的历史总是脏兮兮的充满污垢 加工过的历史 才是光鲜亮丽 不沾尘土的 但这并不影响太平天国 在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性 太平天国便与此建立 他锻造于洪秀全的理论 创立于冯云山的苦耕 兴生于杨秀卿的决策 他给中华民族带来 两千万人死亡的浩劫 也间接真正动摇了满清 对中华两百多年的统治 洪秀全并不知道 自己将要面对怎样的历史 但历史已经朝他扑面而来 负责军务的杨秀卿 跟向荣对峙了一段时间 清楚清军有后援 而自己只是站在原地等死 便于3月10日深夜撤军 放弃北上计划 从今天回到紫荆山 3月11日到达武宣东乡 在这里建立了指挥部 武宣与向州加起来 仅两千清军 武宣支线急得想上吊 如果这时候太平军 向西北进攻 会势如破竹 一路拿下大城市柳州和桂林 但太平军侦查工作没做好 不知道武宣的虚实 反而在东乡筑扎了下来 不仅没前进 反而在3月23日这天 洪秀全正式登基成天王 右封杨秀卿为 左辅政军师中军主将 萧朝贵为 政军师前军主将 冯云山为 前岛副军师 后军主将 为昌辉为 后护右副军师 左军主将 石打开为 左军主将 这里有两处信息 值得注意 一是出现了军师这个岗位 太平军主力 是底层贫苦文盲 获取历史知识 主要源于评书戏曲 而评书戏曲里 诸葛亮刘伯温这种 重要人物的身份是军师 太平军便很珍惜自创的军师 这个高级士称 很舍不得颁授给下级 连石打开这时都没有 后期也出现很多人封王 但不能封军师 二是 再次暴露出 太平军高层政治水平 十分有限 这时候天国全员三万多人 能实际投入战斗的 约七八千人 手头只有一小块 勉强生存下来的根据地 靠从武宣周边 六七十个贫穷小村庄 补充粮草 大部分教徒 还过着吃猪缺炎的日子 生存环境恶劣 应该保持低调求生存 像朱元璋那样 广积粮 缓称王才对 但红秀泉这么着急 自封为天王 引起了蜻蜓高层的震怒 集中火力 将他们作为 民间头号恐怖分子来围剿 双方战斗 从七月十一日打响 韦常辉和贵平县令 李孟群 反复争夺大黄江控制权 经过半个月激战后 李孟群立即撤退 七月二十五日 乌兰泰率生力军赶到 韦常辉弹药耗尽 退到大圈 大黄江被清军所控 向荣也趁机在南部发起攻击 但在珠子下 爱平军痛击 只能暂时后退 为了激励士气 这段时间内 杨秀卿和萧朝贵不断上前线 表演上帝耶稣附身脱口秀 告诫太平军 要死战到底 从这处细节也可以看出 杨秀卿和萧朝贵 对军队的实控能力 是远远胜过 红袖泉和冯云山的 九宫不下朱子霞 急得向荣亲自装扮成百姓 去侦查地形 意外找到一条小路 可以绕到双济山背后 便派一只老兵从小道 潜伏到险要处待命 刘长青带四百人 攻朱子霞 刘长青的进攻 被太平军击退 把清德赶上 用炮火压制朱子霞火力点 远处双济山太平军看到 用土炮轰击清军 把清德让士兵用火箭 射向太平军 意外射中火药库 双济山发生大爆炸 此时从小路埋伏的清军精锐杀出 太平军敌不过 被迫撤退 朱子霞守军 见双济山失手 也放弃阵地逃命 清军终于攻下第一处关 向荣也把营盘移到 丰门奥附近的军营领 准备攻取丰门奥 打丰门奥没有什么技巧 全靠强推 双方打得十分惨烈 17天的战斗里 维昌会的两个弟弟 维志仙维十一战四 但还是没守住 攻下丰门奥后 向荣离津田仅有十几里地 如果这时候乌兰泰赶来何为 太平军必死无疑 攻打永安城 由罗大刚负责 清军战斗力本来就弱 又仅仅几百人防守 过程真没什么好说的 一天就打下来了 城破后 永安之州跳井自杀 团练左幕苏宝德战死 平越邪附将阿尔金阿 死于乱军中 七天后 红袖拳才带着大部队 从水路进入永安 开始了长达半年的修整期 这半年里 太平军完成了最重要的建制工作 说人话就是建立了一套政府班子 按照周朝时的模式 搞了套内庭制度 朝廷礼节 政府归程 还给大家许诺了官决和股份 十二月 太平军在永安建天朝 五位高级领导被封王 杨秀卿封东王九千岁 萧朝贵封西王八千岁 冯云山封南王七千岁 维商辉封北王六千岁 施打开封义王五千岁 秦日刚为天官丞相 胡一晃为春官丞相 罗大刚为总治 其中东王最大 各王都得听东王的 这里有个小细节容易让人忽略 红秀全只是称王 并没有称帝 甚至后面定都南京后 他也一直没有称帝 他不是不想称帝 而是太平天国顶级 没有绝对核心 无法构成君臣关系 大家手里头股份差不多 形成了相互制衡 所以红秀全一直是王 并不是皇帝 一个创业团队 没有绝对核心 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其他参与创业的公司及万名元老 被许诺凡是跟到小天堂的人 将来可以累带世袭官职 至于这个小天堂具体在哪里 一直是含糊不清的 就像公司老板跟大家说 我们迟早会上市 但具体哪年上市 老板自己也说不清 相容的谨慎很快收到了回报 那几天连夜大雨 山路湿滑泥泞 穿着长袍和靴子的军队 行动本就不便利 人马又拥堵在一起 进入大洞谷后 太平军将准备好的雷石滚木推下来 清军顿时乱作一团 太平军先远射一波 再手持短刀 脚踏盲鞋从几路冲杀过来搏杀 清军措手不及 或死于刀下 或摔死在崖洞 共有四千多人被杀 四名正二品总兵 常锐、长寿、绍鹤岭、董光甲被砍死 乌兰泰跌入山崖 陆入泥流侥幸逃生 只有相容因为小心形势 逃得及时 这已经是相容第二次 从太平军手里私利逃生 不着急 后面还有好多次 此次大胜成为 太平军转手为攻的标志性事件 相容和乌兰泰 再不能给太平军制造麻烦 太平军之后 一路从县城横扫到各省城 声势滚雪秋斑越来越大 塞尚厄因为剿匪不利 被摘去顶带花林 压谢回京 听后查处 连他的三个儿子 野兽猪脸被割职 到今后 他先被军机处和刑部判了死罪 后因军务紧急 留了他一条性命 但也连降四级 此后跟着僧哥临沁混了一段时间 重新做到郑红旗蒙古副都统 并死于1875年 清军为了泄愤 回到永安城杀死几千名百姓 抢劫当地财物 杀得城内血流成河 获胜后的太平军 由罗大纲率领一小支队伍 将战死清军的衣甲 扒下来穿上 打着清军的旗帜 拿着缴获的向荣部队的公文印信 从小路赶去偷袭桂林 大部队则从阳朔大陆 往桂林支援 太平军 经兴安邻居 一路向北而行 此时离桂林 已相距250里路程 基本已放弃了广西 穿过泉州 前面就使人口和粮食 更丰富的湖南 在贫苦的广西省 逗留了17个月后 终于可以换个环境发展了 一想到前面有更广阔的天地 在等待着自己 太平军们 就要激动地直搓手 太平军下一步的目标 是湖南省 他们对泉州这个穷地方 没有任何兴趣 只管低头赶路 泉州之州也十分害怕 他手里头只有不到1000请兵 加上点百姓临时拉来一起守城 是千万不敢招惹太平军的 本来两边相安无事 太平军沿珠城外西北柳山穿行 几万人拉成一条长线 依次走过 队伍散乱 常常四个人或八个人并行 如果路太窄 就直接踩踏到田 并不像现代行军那样有秩序 等到队伍走得差不多时 眼见太平军 簇拥着一顶黄色轿子 在后面压阵缓缓而行 轿子里显然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人物 城楼上的一名炮兵见了 一时新养 也没请示上起 瞄准那黄轿 摇摇开了一炮 刚好击中轿身 坐在轿里的正是男王冯云山 被这一炮击成重伤 太平军大怒 上下都要为冯云山报仇血恨 洪秀全杨秀卿 命以过境的队伍回尸 全力攻打全州城 这是太平天国启示后 各路名将的第一次会集 清军这边有江中元 骆炳章 左宗棠 向荣 何春 张国良 太平军这边有杨秀卿 施打开 萧朝贵 林凤祥 李开芳 塔齐部 李旧成 陈玉成 其实也参加了长沙战役 不过这时候他们还太弱小 历史这时候 懒得记住他们的名字 10月5日 双方第一次在蔡公坟交手 这种正面战场清军打一次输一次 江中元都险些丧命 要不是向荣冒险启用5000斤旧炮 从天心阁对着民防一顿乱轰 打乱了太平军的进攻 太平军当天就攻进城了 11日 杨秀卿率大军抵达南门 发起三路猛攻 双方互有胜负 此时两路人马主力到齐 大家手头各有大几万人 谁也吃不下谁 双方进入对峙状态后 战事停顿了许久 长沙城内的老百姓都快忘了在打仗 除了凶险的南门 还常常在其他门用绳索调出城去处理事情 为了获取战略空间 士大开率军攻入河西 拿下橘子州 将河春 向荣等人的部队打得大败 保证了太平军对长德和洞庭湖方向的连接 这样太平军尽可攻退可守 能立于不败之地 向荣在遇见太平军前 历来胜多败少 遇到太平军后 已经不知道多少次被打得怀疑人生 在长沙连续输给士大开时 60岁的向荣曾率兵3000带头冲锋 还是输给了年仅21岁的士大开 真是想死的心都有 太平军至此在湖南 共得到三样大红利 实力比起在广西时 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再也不是过去的游扣水平了 一是在湘南获得大量新兵 二是在郑州获得了第一批工程兵 三是在益阳和岳阳 获得上万船只水手 建立起自己的水师 工程兵加水师 是太平军后面达武昌 安庆 池州 吴湖 九江 镇江 扬州 南京时的法宝 各城多是通过地道爆破 加水师围攻拿下来的 我另看到不少严肃学者资料 说太平军在岳阳 获得了大量吴三桂留下的火炮 甚至李秀成的口供 也说得了吴三桂武器 这应该是误传 古代冶金技术还没这么发达 南方天气潮湿 火炮长久不用 内壁会生锈 放炮也会炸糖 吴三桂真有火炮留下 也不可能投入战斗 不过这并不影响太平军的强大 12月16日 他们翻水路向武昌进发时 总人数达到了10万人 可以参加战斗的有5万人 已经到沿途清军望风而走的地步 此时已没有人能阻挡他们拿下武昌 但现在我们不着急讲太平军功武昌的事 因为就在林凤祥李开芳刚刚拿下越州城的同时 正在湖南湘音首桑的曾国藩 收到咸丰皇帝的来信 要求其加启办团链 清嘉庆年间就有办团链对付白连教 道光也曾允许广东办团链对付洋人 由于太平军无往不利 指不定哪天就达到北京 于是咸丰帝向前任取经 让地方大员搞民兵组织 给地方防御加码 1月11日 已经挖了几里地的三条巨大地道直通文昌门下 土鹰士兵扛着三副装满上千斤炸药的棺材 放在隧道尽头 将引线延伸到洞口竹筒内 第二天凌晨 杨秀卿下令点燃炸药 三条地道轰天巨响 文昌门给炸塌二十余帐 林凤祥带兵蜂拥而入 太平军进城时 常大纯在崖斋 双幅在公馆睡觉 守备清军也还在熟睡 根本来不及反应 待林凤祥杀入 武昌城一片混乱 常大纯上吊自杀 双幅被乱军砍死 布正使梁兴元 暗查使瑞元 总兵王锦绣 副将春荣等一百名官员 要么自杀 要么游街后被杀 要么被斩首 太平军依着湖北官员名策杀人 使武昌城内 正属各官一百余人 一员无存 一万名守军也被权剑 杨秀卿进城前 下令官兵不留 百姓不伤 太平军没有发生抢劫滥杀 此时军技还算严明 16天武昌攻城战 就此结束 太平军进城后 继续依着名策 将官员及亲戚 全抓了出来 满门抄斩 家财没收尽圣库 又把整个武昌城居民编入队伍 设排尾馆和排面馆 负责后勤保障和前方作战 城中百姓按年龄 性别编入个营 财产全部充公 洪秀全 乘着32人台的大轿 在武昌城内巡视 想起当年秀才都不重 现在兵强马壮 金飞锡比 一时兴起 派兵将武昌的读书人 都捉拿过来 自己出题做考官 办科举 还钦点了一次状元 过足了科举影 在前往南京的路上 太平军几乎没遇到任何像样的抵抗 2月15日 太平军到达湖北武学 石大开指挥的先头部队 趁紫叶清兵熟睡时 全歼武学四千守兵 在前线都市的两江总督陆建营 吓得拔腿就跑 坐小船逃回南京 2月18日 太平军到达江西九江 八百守军与当地百姓逃了个金光 石大开指派几名童子军 就占领了九江 2月24日 太平军到达安徽省会安庆 虽然同为省会 安庆比不得武昌繁华 城池小城墙也担保低矮 守军仅两千人 安徽巡抚蒋文庆是嘉庆19年的进士 在中央地方都干过 此时年以六十 无助地面对五六十万大军 陆建营刚好从安庆城下逃命经过 蒋文庆向陆建营求援 陆建营说打不过逃命要紧 我先跑了 继续向南京狂奔 安徽其他高官也找借口跑了个尽光 只有蒋文庆独守安庆 他四肢守不住 但也不逃跑 太平军攻城时吞金自杀 没死成 有一口闷喝下毒药 终于死透 蒋文庆选择自杀 是因清廷对于弃城逃跑的地方高官 向来予以延长 翁童和哥哥翁童书 后接任安徽巡府 城破魏训杰 被曾国藩上折子针对 逼此血流放翁童书之一礼 蒋文庆的选择是牺牲自己 换取妻儿前程 保一家人富贵 向荣将他的事迹上报后 朝廷与齐都魏氏池 入寺招中辞 蒋文庆为了这个家 算是拼尽全力了 太平军在安庆 只截掠到三十万两白银 百余门大炮 以及部分粮食 可见安徽在清朝时 就不怎么富裕 同样作为省会 安庆比武昌穷多了 由于太平军一路势如破竹 沿途百姓 部分出于反清 部分出于投机 大量线上各种物资 以及户籍资料等 不少人就此加入太平军 等大军开到南京时 已经有七十五万之众 从冯云山在紫荆山创业 书下两千名信徒 到南京城下七十五万人马 一时恍若隔世 曾国藩这人有两张脸 一张是儒家半个圣人 另一张是毒辣军阀头头 他在长沙杀人之前 毒辣的一面一直没有暴露出来 现在他有了咸风赐雨的特权 杀人如麻的性格 就火辣辣的蹦了出来 曾国藩认为 以前就是该杀的人不杀 杀的人不够 才引来今天天下大乱 所以他杀人 是为了社会稳定 是用一时的恐怖主义 换更多人的正常生活 杀这么多人 当时整个长沙城就坐不住了 大家都很不喜欢曾国藩 而且他在湖南的靠山 刚好也都一个一个调走了 张亮基 由湖南巡抚升到湖广总督 留了点兵给塔七部训练 自己带着大部队调走了 左宗棠也北上了 原湖南部政史潘夺 进了张亮基的工作 原云南部政史 须有人调任湖南部政史 按查史则由陶恩培担任 新来的三位本省领导 都看曾国藩很不顺眼 曾国藩在湖南乱杀人 那就是在蔑视 提刑按查史刺的人 他为了打击汇党 强迫绿营一起操练 就是动了提督的权力 他还不会上下打点 跟所有部门都耿着脖子扯皮 那是不识实物 不识抬举 长沙城上上下下 从官员到百姓 都极讨厌曾国藩的所作所为 曾国藩和湖南官场的矛盾 越积越深 双方终于都忍不住爆发了 从到达天津之后 洪秀全和杨秀庆的权力斗争 就开始激烈化了 洪秀全在进入南京城后 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还是觉得 应该定都河南 而不是南京 这事还可以争取一下 为此和杨秀庆 发生过激烈争论 是的 所有的资料都认为 主张定都南京最坚决的 一直是杨秀庆 而不是洪秀全 在刚进南京的最高会议上 洪秀全因为读过书 各种论据论点 滔滔不绝 砸向文盲杨秀庆 杨秀庆争不过他 便拿出杀手锏 模仿杨巅峰发作 扮天赋下凡 痛斥洪秀全 大家只好从他 洪秀全次次都被他 以这种方式碾压 而这套系统 又是他自己创造的 根本无解 搞得烦不胜烦 他躲进天王府 不理朝政 也有一些赌气的意思 在面对江南江北 大营围堵制定出击策略时 西征 大家都没什么意义 但在北伐这件事情上 洪秀全意图夺回军政大权 想通过分化杨秀庆势力 来削弱杨秀庆 因此支持北伐 而士大开和罗大纲 也支持北伐 希望以全军之力北上 一举击溃清廷 因为大伙都主张北伐 杨秀庆只能接受 但他选择了折中方案 派出原萧朝贵旗下 旧部林凤祥 李开芳 吉文元 以及原西王和南王的士兵出战 自己心腹则留在天津 这样北伐的军队实力不弱 他对大家有个交代 如果战损 在他可承受范围之内 如果真攻破北京 那就当减了个大便宜 所以北伐的队伍 和西征的队伍不一致 西征是王子级别的士大开带头 而北伐这种大事 至少出一个北王为常徽吧 但最高画士人 只是天官副丞相的林凤祥 和帝官正丞相的李开芳 北伐风险更高 难度更大 派出的画士人 却远不如西征 这是十分不合情理的 林凤祥和李开芳的北伐 从一开始 就不是什么低级战略事物 而是洪秀权和杨秀青 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只有这样去理解北伐 才能解释种种不合理现象 此时离天津事变仅差三年 洪秀权和杨秀青的内部矛盾 从紫荆山延续到南京城 已经难以调和 1855年3月14日 林凤祥被押到北京 惠亲王绵鱼亲自审问了他 林凤祥毫无惧色 依旧发誓要效忠天王 蜻蜓老不耐烦 第二天将他押到菜市口刑场 凌迟处死 林凤祥死后 牙齿被蜻蜓作为战利品收藏起来 45年后 八国联军进北京 英军士兵洗劫内务府广楚司仓库时 在一个盒子里 发现了林凤祥的牙齿 这副牙齿现在不知去向 可能在英国人的某个博物馆里 陈思伯还见证了李开芳的死 攻下连阵后 他又随军来到冯关屯 李开芳带着最后几百名骑兵 驻扎在这个小村子 他们已经是北伐军最后一支部队 李开芳本来是接应天津来的援军的 这支军队由曾立昌 陈世宝 许宗阳统领 共7500人 但刚过黄河 就被圣保带领的清军歼灭 曾立昌渡黄河时落水而死 陈世宝退到安徽市阵亡 只有许宗阳逃回到天津 李开芳就成了最后的孤家寡人 前面说过 李开芳骑兵战斗力最强 僧哥林庆也不着急开战 雇了两千多个民夫 每人每天给三百文钱 让他们用水车向村内灌水 这样灌了十几天 村子里都要坐船出行 李开芳实在没办法 只能送来降书 僧哥林庆远了 派船将他们都降了出来 这批骑兵是北伐精锐中的精锐 僧哥林庆一个都不敢留 分五处全部出展 李开芳也被送到北京 6月11日被灵池了三四个时辰才死 灵池时每个一刀 还要用醋盐水淋遍全身 以免他昏死过去 但李开芳致死也未求饶 北伐军致死全军覆没